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新频道 你是不是已经收购了Windows是不是的小卡顿 莫名其妙的更新 还有一大堆你根本用不到的一些预装软件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颠覆你使用习惯的决定 我一个重度电脑的用户 在一年多前我决定彻底放弃Windows 把Win-Win-T也就是一个Linux系统 作为我的主力抽搐系统 而实实证明这正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之一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什么 不用Windows这么行 但我相信丹尼也今天相信我 如果你平时不能玩一些大型游戏的话 那么Linux系统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 首先很流畅 真的开机秒数日常操作丝滑无比 其次非常的简洁 无关图它的界面非常的干净 没有多余的广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源免费 里面所有的软件和应用都是免费的 那相对于Windows来说 如果你自己买一台电脑 你装系统的话 Windows是单独的费用是包含着里面 因为买台品牌机 的话它里面是包含着操作系统的费用 如果你自己去买一台电脑 或者自己组装一台电脑的话 然后你自己去装一个操作系统 那这就是没有这个费用 那这个就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选择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整个系统的一个桌面 这就是我使用的这个OBANTO系统 大家看起来这个和Windows的使用习惯 基本上都是很接近的 这是它的开始菜单 然后左边这一盘呢 是它的一些应用导航 这个是它的驱动啊 这个是它的硬盘 里面的这些文件 还有我们平常使用的浏览器 使用的浏览器 然后打开一个百度 这是微软的Edge 还有我们平常使用的一些像微信 QQ 还有我们平常用的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就是code 还有我们办公用的话 钉钉 还有腾讯会议 还有推输 这些常用的软件在UBANTO下面都有原生的应用的 自己安装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像Office Office我们一般的话 在UBANTO下面是有默认的话是有这个WPS 它是有UBANTO系统的minus下面的版本的 微软的Office的话是没有安装版本的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使用像微软的Office 或者是一些大型游戏的话 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这个环境下面也是有解决办法的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为了装这些软件去装Windows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虚拟机的办法去解决 那我这个电脑上面就安装了这个Oracle的虚拟机 当然还有像Winwell的虚拟机 Winwell属于商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虽然有对个人的免费 但我们这边依然采用的是 开源的Oracle的开源的虚拟机 这是里面我们预装了一个Windows 11 可以打开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基本上和你自己登录进去之后 基本上和你自己的电脑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Windows的界面 我们登录进去 开启速度也是很快的 这里面就和我们平常的一个Windows的电脑 就是一样的了 平常在自己去安装一些软件 安装一些软件都是可以的 那一些办公软件像Office这些都是可以安装的 还有一些软件如果在 乌半途上面安装不了的一些应用程序 也可以在虚拟机里面请安装 那么哪些人适合使用 这个乌半途系统呢 一个是像学生 那么特别是像你是学跟计算机相关的一些专业的 那么就是特别适合 因为它里面的 你将来的一些开发工具 包括一些科研的项目 如果你提前去学习 Ninux系统的话 对你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还有呢像日常办公的 办公主去使用的话 那用乌半途完全可以证任你日常的所有的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不玩一些大型游戏的话 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在你的主操系统 直接使用乌半途 就是不再使用Windows了 你有没有用过乌半途 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系统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和我交流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或者你想看更多关于技术 或者工具的使用的分享 别忘了给我点赞 并且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